杨丽儿夫妻俩辛苦工作审吃俭用 抚养三名儿女 但在孩子就读高中期间 先生过世 他独自撑起佳绩 因为那时候又要忙家里 然后那时候爸爸就身体不舒服 然后一方面又要做生意 一方面又要家里的三餐 又要他去打理 台湾传统母亲 奸人 母亲姐快乐 谢谢 因为弟弟移民国外 劣儿受托经营水电行 和儿女们齐心努力 生活渐渐稳定